《震魂子》六月播出 很快就刮起了一阵震魂热 这波热度随着白女朱易龙的演技颜值 也随着剧情不断跌宕起伏 当初许多书粉也莫名而来 虽然剧情和书差别比较大 但是整个剧作以背诵全书的精神 演绎了这段刻骨铭心的感天动地兄弟情 朱易龙和白宇两位主演的演技 也是好的没话说 剧中的一些动作 一些重点场景 都被两位男主演绎的出神入化 纵使书剧差别大 但是广大书迷 仍旧是中了朱易龙和白宇的毒 网络上阵魂女孩们 也是欢乐无比 等待更新的日子里 疯狂制造表情包 剧情如今即将大结局 剧情也变得越发紧张和悲怅 沈威和赵云兰两个人互相保护对方 真的是拼尽了全力 沈威为了保护赵云兰 将自己的生命能量与赵云兰共享 抵挡不住自己的恶魔地灵 夜尊的攻击 吐血的片段 真的是看得全都在心疼沈教授 赵云兰在剧中也是被催谈的爬不起来 但是在戏外 这个表面狂放不羁的小男孩 内心真的超级柔软细腻 发现了许多书粉们的要求 于是在昨天一晚发出了自己念书中台词的《语音精兵斩》 那沧桑的声音真的是听了十分震撼 这也算是圆了书粉们的吗 书粉剧粉都在评论区感谢白羽 你就是最好的赵云兰 感谢你的精彩出演 你值得 还有一些网友的文字 小编觉得十分感动 也分享出来 赵云兰作为书里一个挥斥方球 日天日地技能满脸的人物 在剧里被削成了渣 可他还是凭自己的努力把书里的人物演出了十分的精神 感谢观看